第九十二章 老太君下帖子请她去避暑,帖子里还抱怨了一件事 去岁娶的孙媳妇年纪轻不懂事,管家就出了岔子 藏兵少了,结果如今兵价奇高,且还难买着 她一把年纪屋里兵盆不够,又耐不住热 只得让丫鬟们昼夜不停地扇扇子 结果中暑的丫鬟都已经好几个了 老夫人这个得意啊,她孙媳今年才嫁进来 管家第一天就花了两百两银子买了冰 这种在老姐妹面前悠然而生的优越感,怎么这么让人开心呢 老夫人已经想好了回信的内容,看着真妙的神情就更加愉悦了 苏母,你要去锦泉山庄吗?带孙媳去吧 真妙最擅长的就是一笑二求三撒娇 现在觉得这技能真是管用 老夫人摇摇头 今年祖母六十大寿,哪里走得开 等来年啊,带你去 好 真妙脆深深地答应着 丫鬟离告三夫人来了 宋氏带着罗之辉过来 四郎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下了学才会来请安 真妙发觉这位三婶情绪似乎不太好 老夫人也看出来了,淡淡道 宋氏,是不是老三又胡闹了 真妙赶紧低了头,小弱存在感 老夫人在晚辈面前完全不给三叔留面子啊 宋氏表情僵了僵,脸上是极力忍耐的表情 可惜最终没有忍住 又貌似平静地伸阴导 老夫人,要以他为了画一幅男子画像 跟踪人家整整一天 然后被人家打晕 卖到销管管去了 真妙头垂得更低 快埋到胸里去了 虽然他没有胸 心里尖叫道 这是哪儿,哪儿 人们眼里高大上的国公府啊 老夫人声音平静地让真妙以为听错了 输回来了吗 别人知道他是谁了吗 然后就看到老夫人伸手敲了敲 踏上的小桌子 宋氏身子一颤 道 输回来了 老爷说他是国公府的管事 真妙听了 脸色飞快地扭曲一下 这都什么人呢 老夫人习以为常地松了一口气 言良道 跟那个孽障说 无论他怎么胡闹 别让人知道 他是国公府的三老爷 否则 我拿小桌子砸死他 这妙头垂得更低了 还是让他找个胸把脸藏起来吧 在暴露对国公府的真实想法 被老夫人拿小茶几杀人灭口之前 不一会儿 四夫人七世牵着年仅四岁的六郎进来了 秦安后就悄无声息地坐着 真妙感激地看了四夫人一眼 总算来了个人 不用再听郑国公府的这些乱七八糟的密文了 四夫人纳闷地看真妙一眼 真妙悔之一笑 四夫人却冷冷淡淡地别开了眼 把六郎搂紧了几分 真妙艳艳地收回目光 老是坐着了 四婶有一些古怪倒是可以理解的 任哪个女子年轻手寡 整日憋在后宅里都会默默变态的 又哭作了一会儿 二夫人才姗姗来迟 一进来就来请罪 老夫人 二妻今日来迟了 请您原谅 老夫人自然没有怪罪 闲聊了一会儿 就提起让宋氏跟着管家 宋氏眼底闪过金叉 面上却还平静 大大方方地印下了 真妙暗想 这位三婶夫君被卖到小管管都能保持冷静 也确实没有什么能令他动容的了 不一会儿 老夫人就要众人散了 真妙得了一起用饭的吩咐 又想把昨夜审问马婆子的事和老夫人说说 就没有离去 田氏也留了下来 这一次田氏先下手围墙 其他人刚出去就不通一声跪了下来 随后对跟在身旁的三姑娘罗之珍 并一个年轻仆妇道 跪下 田氏 这是怎么回事 老夫人脸色沉了下来 田氏跪着没有起身 用帕子擦了擦眼角道 老夫人 都是儿媳管教不严 大郎媳妇 摔下鞦韆的事 仅是和我们房有关 儿媳 实在是惭愧 田氏 你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好好说说 老夫人神情莫名地 扫了一眼 且深深贵着的三姑娘 和一言不发的年轻仆妇 这仆妇应该是三娘的奶娘 倒是记不大清楚了 田氏没有动 老夫人 儿媳实在是没脸站起来 也没脸说 房嬷嬷 你犯了这么大的错 还是自个儿对老夫人说吧 年轻的仆妇 脸上是灰白之色 缓缓俯下身子 额头贴地道 是 是仆妇间三姑娘 总是委屈地哭 心疼地厉害 得知是因为给大奶奶 当初嫁小娘受了乳 一时猪油蒙了心 才 才找了马婆子 要她想法子 给大奶奶一个教训 说着 头磕得喷喷响 这事 都是努逼自作主张 和二夫人三姑娘无关 求老夫人凯恩 方嬷嬷磕头磕得实称 青石地面上 隐约可见血迹 三姑娘裸直针扑过来 吓得哭了起来 奶娘 奶娘 您别渴了 你流血了 要是我不好 我不该讨厌大嫂的 年仅六岁的罗之身不明白 为什么 他只是和奶娘抱怨了几次 大嫂不好 奶娘就做出这种事来 可小小的他 已经懂得感动 奶娘是对他最好的人 除了奶娘 再也没有人会因为 他几句话就愿意为他出气 看着罗之身 眼中满满的心疼和感动 方嬷嬷眼底深处 闪过愧疚和联系 她对不起三姑娘 可她实在是没有法子 天使嘴角 悄悄悄了悄 很快又露出愧疚的表情 老夫人冷力地看着 跪在地上的方嬷嬷 然后转头对真妙道 大郎媳妇 把马婆子带来 祖母 马婆子就在耳房 由清歌看着呢 片刻 马婆子进来 所述的和方嬷嬷别无二致 说完 不停打自己耳光 老夫人劳命 老夫人饶命 是努婢 主佑蒙了心 为了几两银子 就做了糊涂事 老夫人脸色难看得挥手 把他们两个带下去 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老夫人凯恩哪 马婆子尖利的声音 久久不散 方嬷嬷直到被带下去 都一声未坑 只是踏出门口前 回头望了三姑娘一眼 三姑娘已经哭哑了嗓子 跌坐在地上 孤单无助 像一个迷路的孩子 老夫人皱皱眉 悟满地看田氏一眼 田氏 三娘子又养在你身边 不求你把他教导的 像原娘那样大方懂理 至少也要衬衫开朗 不然你这做嫡母的 也有责任 当着真妙的面 说这一番话 已经算重了 毕竟今日这事 二房总是有责任的 田氏虽觉得面上无光 心中却松了一口气 两害相较取其轻 比起原娘被发现 如今已是极好的结果了 真妙却不干了 想到就说 祖母 今日之事 孙徐觉得很受打击 见老夫人望来 咬着唇委屈道 原来孙徐在那些下人心里 还不如几两银子 老夫人想笑 又没有笑出来 再一琢磨真妙的话 又觉得另有深意 国公府对下人一向不薄 像针线房那一种 讲手艺的地方 寻常的丫鬟婆子 月前都有一两 那马婆子到底多贪财 为了几两银子 就去害府里的大奶奶 如果这事是真的 证明府里下人 对大郎媳妇的定位 出了问题 可自从真是嫁进来 自己并没有表现出 对她的不喜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是假的 只要这样的假设一下 老夫人就觉得心里易堵 不愿意再深想下去了 没有心情再多严 老夫人把人打发了出去 然后在杨嬷嬷耳边 低语了几句 杨嬷嬷点点头出去了 老夫人坐在榻上 靠着酱紫色饮枕出绳了 放在手边的茉莉花茶 已经凉透了 也没有喝上一口 过了大半个时辰 杨嬷嬷才进来 老夫人 老奴审问过了 马婆子说的应该是实话 至于方嬷嬷 老奴觉得有一些不对劲 可偏偏和马婆子的话 又能对上 且态度坚决 实在是问不出什么了 如此 此时就罢了吧 老夫人叹了一口气 淡淡道 续和田氏说一声 用心教导三娘 实在不行 就把三娘放到我这儿来 是 罗天成下了牙 听了早上请安的事 莫名其妙地拉着真妙下棋 真妙一拒绝 那人哀怨的目光 就落在他的一马平川上 去你的一马平川 真妙嘴角抽了抽 硬着头皮搭影了 不到一刻钟 就被对方杀得 只剩下光感司令了 懂了没 什么 做不到秦迪仙亲王没什么 一步步禅食对方的人手 最后只剩下孤家寡人 也很有趣 真妙呆呆地呃了一声 罗天成无奈了 看来还是没有听懂 不得不解释道 我指的是早上的事 你别往心里去 别别憋闷 有的敌人慢慢玩也没事 把他身边的人 一个个都玩死 更有趣 真妙黑了脸 你以其欲试 嗯 罗天成不知道真妙黑脸干什么 却有一些高兴 还好他终于明白了 真妙单脚站了起来 黑着脸把棋盘一拍 棋子飞了起来 吼道 有事你说是 你下棋做什么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是吧是吧 秋千的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真妙因为被某人逼着下棋 过于激动 脚又扭了一下 肿得更厉害了 老夫人免了她的请安 整日窝在清风塘里养脚上 以至于燕江贺家来人时 真妙并没有出现 大姑娘罗织亚 却是从屏风后面 悄悄地见到了那位 要与国公府定亲的贺家公子 贺朗 那人一身轻衣 身态从容 仿佛没有什么事情 能令他动容 竟是个清俊俊秀至极的人物 罗织亚心弦疑颤 仔细看了那双眼睛 一层白衣 蒙住了黑桶 形状优美的 无可挑剔的凤眼 显得单指无神 趁着她的朗朗风姿 更令人不忍直视 罗织亚别过了眼 紧紧抿了尘 长得再好又如何 她才不要嫁给一个瞎子 老夫人倒是和善 拉着贺朗 问了许多家中之事 贺朗从容不迫地答了 虽目不能视 却丝毫不减焦躁 大家公子的温润气质尽显 老夫人暗暗点头 不焦不躁 是个心境平和的 并没有因为眼疾而性质暴力 把孙女嫁给她 倒也放心 况且这是老国公答应的 她无论如何 都要帮老国公完成心愿 老夫人眼角余光 不着痕迹地扫了那扇 乌木雕花海棠刺绣屏风一眼 原本她是觉得原娘大方懂事 二娘虽然聪慧 性子却是有一些吃 像她父亲那般 经常为了作画 连基本的人情往来都往了 可现在 却对两个孙女 有了不同的看法 她相信 两个儿媳已经把贺家来人的缘由 对两个孙女说了 让他们在平分后面 见见这位贺家公子 原娘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同意了 而二娘一边细细描绘着鱼打芭蕉图 一边淡淡的 既是祖父定下的亲事 总是要完成的 若是她好 我和姐姐嫁了都是近事 若是她不好 总是会有一个人受累 无论是避开 或是得了这门亲事 都没有什么可高兴的 既然如此 看与不看又有什么区别 祖母觉得谁合适 便是谁罢 老夫人从传话丫鬟那里 得知了二人截然不同的反应 寂寞了许久 她年轻时对后宅疏于打理 或者说并不擅长这一些 那时她一对垂头一出 什么吃美汪良都老实了 哪还用得着这些 到现在年纪大了 才发觉这食人的眼光似乎不大好 她一直以为 有一些吃的二娘 没想到是个个性通透如水晶般的人 反倒是原娘 她的大方董令 就如所有的大家闺秀需要展示给人看的一样 平时觉得还好 到了关键时刻 就从骨子里流露出小家子起来 而往常 她大半的疼爱都给了原娘 老夫人的心 就在这么一来一回间 在所有人都还未曾察觉的时候 又偏了回来 天使给赫家哥好好安排住处 不可怠慢了 赫郎起了身 仿佛能看到老夫人在哪死的 冲她所在的方向行了礼 给您添麻烦了 天使敏唇笑道 赫家哥真是客气 老夫人放心 儿媳早就收拾出来了 赫家哥不是外人 就住在海棠馆 老夫人满意地点点头 海棠馆是连接内院 和外院的一处院落 亲优雅致 专门招待敬请贵客的 赫郎被田使领了下去 罗芝亚从平分后走了出来 向老夫人辞行 祖母 孙女也回去了 老夫人神色淡淡地点了点头 罗芝亚不觉有意 行李退了出去 老夫人别过脸 问杨嬷嬷 杨嬷嬷 你怎么看 杨嬷嬷是从宫里出来的 她更相信她的判断 杨嬷嬷跟了老夫人多年 早就习惯了这一种相处模式 并没有寻常下人的居属 达到 大姑娘可能并不满意这门亲事 不过 这也怪不得大姑娘 赫家哥毕竟有眼疾 老夫人端了茶喝 看来二娘更适合一些 接近是节的良性之好 咱们家本来就是为了保恩 若是结了院 反倒不美了 杨嬷嬷没有吭声 嬷嬷地给老夫人叙了一杯茶 罗天成得知燕将赫家来人提前下了牙 她想见见那个人 前世民动天下的赫家御郎 那时尽被立王反叛 大军视如破竹南下 在无数城池风雨飘摇的情况下 唯有燕将在外吴援兵的情况下 整整守了三个月 虽然最终成破 立王这一边也是损失惨重 而燕将的运筹帷幄之人 就是赫狼 一个双目失明之人 那时他是赫赫有名的战将 效力的却是立王一方 与这位明动天下的赫家御郎 只有一面之缘 那一面就是燕将尘破之时 一身轻易的赫家御郎 揽着他的堂妹 从高高的城墙一跃而下 当铁蹄踏破城门之时 他仿佛还能听到 那舒朗肆意的笑声 他记得 前世这一年真似在守校 他还未澄清 这个时候跟着诸位友人远游去了 错过了这一次的见面 罗天成不由加快的脚步 赫狼 是他从心底向结交之人 一进府就问道 赫家公子安排住在了哪里 管事的答道 二夫人 安排赫公子住在了海棠馆 罗天成转了方向 向海棠馆走去 赫狼刚安顿好 拿了一卷书册 坐在书桌前静看 听小四说 郑国公世子来了 起了身 罗天成进门 就看到一个 轻衣男子含笑望来 风华无双 只可惜了一双模子 没有丝毫的拨动 赫狼 赫狼笑了 哈 罗世兄知道我的名字 罗天成定定看着他 展颜 身交酒意 赫狼微正 随后笑了起来 笑声如青风拂过山泉 那罗世兄 是来请我喝酒的吗 自然 这一事 没有他 涮塞切铁骑 驻北军破城 赫家御狼的命运 可会改变 赫狼明明看不到 罗天成 眼睛却正对着他 眉头轻轻皱起 凉酒才舒展 若不是事先知道 罗世兄的身份 小弟还以为 站在面前的 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 罗天成 深深看了赫狼一眼 然后笑了 哼 有一日 不会的 赫狼 咱们去林音亭喝酒 好 赫狼毫不犹豫地印下 林音亭 是国公府一处 极好的景致 赫狼虽然目不能视 坐在那里 却觉得心情舒朗 振振花香喜来 还有风吹过 停脚厚重同龄的 温鸣声 酒菜上来 二人畅快 憨颖 谈笑翻声 一个没有把自己 当瞎子 另一个没有把 对方当瞎子 静好似多年的 好友一般 伺候的小丝 嘖嘖称奇 天酒的丫鬟 亦是悄悄红了脸 世子和这位新来的 贺家公子一起喝酒 真是比画上的人 还要好看 而同样觉得 此景能入画的 还有一人 罗知慧听说 林音阁旁的 玉丧花开了 就起了作画的兴致 带着个小丫头 过来坐在花丛里 刚知己画家 就听到了谈笑声 对专注遗物的人来说 有人打着 脾温温的苍蝇 还要讨厌 罗知慧叹了一口气 站起来要走 愤愤的往声音 传来的方向看去 然后眼前一亮 迅速坐下 提笔就画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